没有下雨的天气 不少爸爸妈妈迫不及待的带着小朋友来全新公园开箱 在细致水源路上的文化白云公园 之前除了是罐头式邮剧 老旧地面长青苔对小朋友来说并不安全 久而久之越来越少人来 不过现在整个大不同 以城堡邮剧为主题重新打造 也换了新名字的康告坑公园 越完工就吸引不少人来玩 对对我们在等这个公园等很久了 那以为会像白云公园 就是南港那边白云公园 或者新座公园有很多设施可以玩 那我们昨天是看到戏子集团 然后就是说这边开始开放了 那我们就很开心今天来看 呃是蛮期待的啦对期待蛮久的 因为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遛小孩 对对对 之前的话这边其实也是公园 但是上面有上来看过就是很脏 连那个器具都没有维护 所以就连小朋友碰你都不会想要让他碰这样子 对对对对 现在呢 现在是新的所以很干净啊 对但是有一点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啦 以前这个公园就是因为比较偏僻 然后设施不好 所以很多里民都不敢进来 会刚完毕了像张简豪议员协助 跟市政府争取两千万 还有区长也协助一起来把它改建 市府在那个去年那也同意了这笔款项 那那个我们一共大概花了两千万来做一个整修 那那个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设施 整个的那个栏杆也好啊 子栽也好我们就整个哦 做了比较大幅度的翻新 这个是我们系纸另外一个特色公园 景豪在议会争取到近两千万的预算啊 来全新改造文化白云公园 那我们也把这个公园重新命名为康告坑公园 那来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公园哦 除了有一些共荣性的邮居以外 那还有一些体建设施 最重要它的概念是一个城堡 天宫城堡的一个概念 小朋友可以安全的不管是用爬的 或是从阶梯上去 地方争取市府老旧公园 更新经费两千万元 打造一座全新的康告坑公园 针对斜坡地形规划具有挑战性的游戏场 有历史跳庄区 城堡造型长行溜滑梯 也结合攀爬的共荣游戏区 另外又有大人的体建设施 一完工议员张景豪也前往视察 发现部分栏杆缝隙过大等小缺失 也要求改善让公园更舒适安全 那我们今天找了区长里长 一起来现场关心 看到有一些包括地面上 比较突出的地方 还有一些青苔 或是说刚刚有看到 上面有一些缝隙比较大 那希望可以再让它更安全一点 先踩一个试运转的方式 也让我们在正式开幕之前 让大家也过来使用这些设施的时候 然后看还有一些说 可以做一些调整跟改善的 也给我们做一些建议 大约一年的时间 这座以城堡为主题的 坑高坑公园 完工试运转 滑梯 鞦韭等共荣邮具 一旁又有休闲散步空间等等 崭新风貌 也欢迎大小朋友来玩 这座惠林细子采访报报道